彻底宽恕三十天 第三十天 最后一天 今天 我要宽恕一切事情 这样 我才会懂得如何接受我内在的人像 进而认清自己的污罪本质 疑惑疗愈的人是如此的神圣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 每个弟兄都分享了他们的疗愈 与他们的爱 献身与上主的疗愈工作之人 即是平安的使者 圣灵必须透过他们才能带上主发言 而他们也重复为自己说话 只会带圣灵发言 他们给出的礼物无一不是来自上主 这是他们愿意与人分享的唯一礼物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主之愿 他们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然而他们却神圣无比 因为他们接受了自己的神圣性 决心放弃分裂梦境里 所有的特殊能力或特殊价值 因为只有人在做梦的人 才可能施舍给比自己不幸的人 那象征着不平等的礼物 疗愈恢复了他们生命的完整 他们才可能宽恕 却融入所有疗愈之人 向上主吟唱的合一与感恩之圣 作为宽恕的见证 祈祷的助手 以及真正的慈悲之果 疗愈本身即是上主的祝福 全世界都会透过祈祷之音 欢欣的其声响应 宽恕散发出仁慈的赦罪之光 照耀世上一切友情生命 甚至草木飞禽 恐惧在此以无力足之地 迎爱以皆由者神圣的一体性 而降临于所有的人 时间在世上只剩下一瞬的光景 功祈祷最后再拥抱人间一次 世界就会在光明中逐渐消逝 每一位到底的疗愈工作者 都在期待这一刻的来临 灵基督已经教他们 如何在别人身上认出他的肖像 并以同样的方式去教别人 先宽恕再祈祷 然后你才会获得疗愈 你的祈祷已经上达天庭 他不只听到也答复了 你终会明白 你的宽恕与祈祷 其实都是为你自己的益处 了解这一点 你就会不要而喻了 在这祈祷中 你不只与自己的生命之源结合 还会晃蓝大悟 自己原来从未离开过 这源头一步 然而你心中若 还隐藏一丝恨意 或攻击上主之子的企图 是不可能有此觉悟的 上主的创造 正宜在世界的栏杆上 为世界卸下它沉重的负担 高举你的心 迎接这个新天新地吧 你会看到阴影 正由上主圣子的身上 紧紧地褪去 带鞋的荆棘 也从她的额头上 轻轻地生脱 神圣的孩子 你是何人可爱 与我何其消失 我无比慈爱地将你涌入 我的心房 及笔榜里 你疗愈了我的身子 且将它由十字架上写下 你献给我的每一个礼物 我都珍惜无比 来吧 手下我献给你的感谢 我的谢礼 最先给你的是宽恕 然后才是永恒的平安 我的人生目的就是宽恕和爱 请把这三十天宽恕的句子写在编条纸上 并在当天带着当天的导词 当你发现自己想到一些令你烦恼的事情时 你就运用这些观念 请记得你的人生目的就是宽恕和爱 只是我们希望你今天运用这些观念的方式 请把这些观念写在编条纸上 并带在身上 祝你这三十天彻底宽恕的练习大成功哦 愿你收获满满 记得把今天宽恕的句子写在编条纸上哦 不愿你收获看看